附林又跟凯瓜合作推出了新的定制轴体 MX冰波合轴 配色跟此前的BOX冰波合轴体基本一致 结构上有区别 这一次采用了传统MX轴结构 并且还是带双侧臂设计的十字轴心 除了真稳 还具备更加的防尘效果 都是采用全POM材质 MX冰波合的外壳 由白色换充的有透白 当然这两款轴体有着本质上的结构区别 参数标定上其实也有不同 属于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轴体 MX冰波合轴体 上该是印有凯瓜标 抛空式的灯位 底盒上只印有-0的拼音剪写 同时这也是一款五角轴体 其中MX冰波合采用了20毫米长弹簧 触发压力调整至40颗粒 比BOX冰波合的45颗粒轻一些 至于按压稳定性 都同样出色 BOX轴结构要稍微优胜一点点 而顺垮度则是不相伯仲 润垮的量比较细微 弹狂音以及弹片杂音 控制很到位 C听也都是会有一丝杀杀声 与BOX冰波合接近 弱于冰淇淋轴体 另外MX结构下没有出现一颗Y轴的情况 相互对比 感觉常弹宽的MX冰波合轴体 要轻盈一些 触底声音明显更响 觉得要比BOX冰波合干脆顺畅 整个触发过程的力度要线性一点 而BOX冰波合则像是在蓄力 手感风格更沉 像大师轴系列的一个风格 简单来说 这颗MX冰波合整体数字一样很高 除了结构 手感风格跟BOX冰波合区别是比较明显 MX冰波合更趋向清油 又不是回弹力 如果你是轻子力敲制 那么非常推荐 否则还是选BOX冰波合 可以了解吗 现在又没有处理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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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静 我